最近有一位年轻人问我 他说,二世祖,你知不知道香港三宝是什么? 如果你问我香港三宝是什么呢? 不用想的了,一定是李小龙,冯宝宝 和我们的牛下女车神李慧斯 不过这个是很过人的 因为在我所认知的世界里面 就没有固定香港三宝是什么 不过如果呢,好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问到广东三宝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一定会说 就是陈皮、老姜和和港草 讲到老姜和和港草 由以前到现在来说都不太值钱 但一讲到陈皮,就好像我们喝的宝一样 就是年年都增值,年年都翻几番 大家知不知道陈皮的功用是什么呢? 讲到陈皮的功用就很厉害了 可以帮你化痰、止咳、清肺 还有就是甚至乎便秘 又或者消化不良 只要你泡一些陈皮水来喝一下 都会很大帮助 有病最好都是看医生 不过说过,如果看中医呢 很多时候终于都会拿陈皮入药 又讲回了 怎样才能买多一些漂亮的陈皮呢? 其实在坊间很多的陈皮 就说是正宗的新闻陈皮 或者有些人说是20年、30年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时候都会买了一些假东西 或者我们所谓的浓东西 今天我二世祖就准备和大家讲解一下 怎样为之漂亮的陈皮 现在大家看到在桌上有三种不同年份的陈皮 如果就这样看下去 大家都看到它有少少分别的 但是如果拿上手就会更加明显 这个大概是六年左右 另外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你会见到它是薄一点点 颜色也是深色了 那些浪也已经少了 现在左边这个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你会见到它的色是深褶色的 也没有那些浪 那陈皮来讲越久就越薄 也都是越轻 也都会在果皮里面那些浪 就会全部都没有了 那如果大家买陈皮的时候 就想知道那些陈皮年份够不够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巧妙的方法 就是趁店主不注意的时候 就撕一点点 聞一聞 如果它仍然有辛辣味那些 那年份一定不够的 那年份越久的那些呢 那种陈香味呢 就是越浓的 所以如果大家买陈皮 想知道它好不好 就趁店主不注意的时候 就撕一点点 聞一聞 那就很明显就会知道 它究竟那年份够不够了 那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陈皮呢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肠胃 或者胃那个消化液的分泌是有帮助 那也都可以是化痰止咳清肺 那也都会令到我们的血管 是会收缩得好些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陈皮它含有非常之丰富的果胶 还有辉发油 另外就有这个维生素P 那也都还有一个生物检 那所以呢 用陈皮来泡水喝是非常之好的 那如果大家 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是消化不好 或者是食欲不振 是可以用陈皮来烤水的 如果是止咳的话 最好就是撕一角的陈皮 就连一些穿背粉一起来等 那喝了之后就可以止咳的 那不过了 怎样都好 最好有病就当然去看医生啦 为什么我可以和大家这样分享呢 就是因为呢 我二世了末日呢 就是贪玩贪食 那所以呢 我在十几二十年之前 开始呢 就去收陈皮 还有呢 自己呢 买一些生物的金皮 回来自己呢 就去储存 就成为陈皮了 那讲到陈皮呢 如果没有三年或以上呢 我们只是叫它做和平 三年以上 还是叫它做 那是不得做的 是不得的 那是不得的 那是不得的 是不得的